贡寮区拥有好山好水 山海美景景点相当多 所以每逢假日游客总是络绎不绝 不过来到贡寮不外乎就是吃福龙便搭 或者是吃海鲜能逛的地方其实不多 为了留下观光客提高游客停留的时间 地方就发起了成立商圈组织 并且在早期空军眷处整顿之后 陆续就有商家进驻了 希望能够让游客停留在福龙更久一点 每到假日拥有许多观光景点的功劳地区 游客总是络绎不绝 不过一到傍晚店家也都关门 主要是因为游客停留时间都不长 也没有集中的美食街让游客驻足停留 而在接近福龙活动中心的空军眷村 在经过市府整顿后 现在也成为集中店家的区域 大概就是平常出了火车站 大概就是以福龙便当或去请车 事实上比较属于住族型的商店街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现在希望说藉由厂商跟空军建设 来租这样的一个场地 能够来建设美食街的方式 来推广我们在地的游客多一个选择 想鼓励说在地的年轻人或是来这边创业 其实福龙这边好山好水真的是很好 它进山又进水不管是海边山上都很好 一个很好的环境 那没有提供大家来有吃的这种东西 其实我觉得相当可惜 商圈表示三月刚开幕的福龙商圈 明德五村进驻店家还不多 但假日已经能有游客走进来 他也鼓励在地青年创业 留在福龙一起创造商机 也创造地方观光产值 那回来这边开设这一个 我也想说尽量鼓励年轻人 然后回来自己这边创业 把当地造就起来 我觉得真的是蛮不错的 让我们除了看沙雕跟海洋乐器以外 还有自行车以外 其实可以驻驻来看一下 当然这边的一个特点跟特色里面 当然陆续都在建制 我们也乐观骑程 包含我们对于我们在地的食材 包括石花洞 寒天的部分 还有我们未来 大概这边有摇烧披萨 跟所谓的我们未来的山药 跟鲍鱼舟 其实我都希望说 我们未来厂商这边 能够把它建置起来 我是受辅导的 对 所以是辅导我的人 他帮我像这种的 这些商品给我买这样子 那你会说有没有机会 可以接受辅导 然后自己开业的经验 很好啊 学习一些经验 学长表示 为活络地方经济发展 成立协助地方成立商圈 争取更多资源益助 而目前进驻店家还不多 但有主打在地特色 或是福隆较少看到的美食 希望能借此吸引游客 让共辽区的观光发展 越来越好 品质也能有所提升 建成为共辽采访报道